欢迎您回到时事大家谈 上个星期两名在巴基斯坦遭到恐怖组织伊斯兰国绑架的中国公民 被证实不幸遇害 对两个年轻生命的逝去 中国外交部表示严重关切 并称中方坚决反对一切形式的绑架平民 恐怖主义和极端暴力行径 伊斯兰国为何杀害这两位中国公民 而中国采取了哪些营救行动 为何没有成功 中国官媒环球时报 为何将事件归咎于韩国宗教团体 而不是伊斯兰国呢 与此同时在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大力推动一带一路 并且将巴基斯坦作为重要发展点的时刻 两位中国公民的遇害 是否预示着一带一路面临的重大威胁 在我们今晚节目当中 要为您邀请两位嘉宾来进行探讨 第一位在我们演播室现场的 是中国时政评论人郭宝胜 郭先生您好 您好 大家好 第二位从纽约通过skype连线来参与节目的是 中国战略分析杂志社社长李伟东 李先生您好 李伟好 郝顺好 你好 伟东好 我们也欢迎我们的观众和听众朋友 现在就可以开始拨打美国之音的免费热线电话 来参与讨论 我们的号码是400-120-0551 您还可以通过VOA卫视在YouTube的网上直播 收看并且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 网址是youtube.com斜线VOA China 首先我想一开始先请郭先生跟我们谈谈 这两位中国公民他们到底是什么样的身份 在巴基斯坦他们进行什么样的工作 为何会被伊斯兰国组织给盯上呢 对 他们身份就是这个宣教士 就是Mission of Re 因为这个中国的基督徒 还有韩国的基督教界 他们有一个计划 就是福音要重回耶路撒冷 因为基督教首先在耶路撒冷兴起 然后到欧洲 然后到美洲 然后再到远东 东亚的 就是绕了地球一圈 然后再从东亚再传回到耶路撒冷 然后这个过程中 必须从中国要经过这个中亚 中东到耶路撒冷 而且中国人确信 就是传回耶路撒冷的最后一步 就是要中国人来接 因为中东对欧美人是比较反感的 但是中国人在中东还算比较友善 他们就中国的基督徒 包括韩国基督徒都确信 就福音的最后一棒 是中国人来接 所以他们接了之后 从西安丝绸之路 然后到中亚 巴基斯坦 再到伊朗 最后到耶路撒冷 所以他在这个大的宣教计划当中 韩国的基督教机构 和中国的家庭教会配合 已经做了十多年的工作 我在中国的时候 就有很多韩国的宣教机构 在西安 甚至在新疆 都做这样一个宣教工作 所以他们以这个语言学教的身份 在当地 然后进行一个宣教的工作 所以他比阿尔萨斯盯上的 一个当然是他们 阿尔萨斯为了经济的目的 他把这个中国人绑架来 列索钱 他知道中国有钱 再一个主要是 他们宣教士的身份 因为阿尔萨斯是个极端宗教组织 他对基督教是最仇恨的 看到你来 这个我们穆斯林的地方来穿基督教 那他们恨之入国 他肯定要杀害 所以他杀害的主要原因是 他肯定知道 这个所谓的语言宣教 是这个宣教机构 所以就把他们两个给杀害 就类似以前那个 外国宣教士在中国 比杀害是一样的 道理是一样的 对 确实也不可否认 但是您刚刚提到在中东地区宣扬 这个基督教 它本身就是一个 具有高度危险性的一个情况 对 那么这两名年轻人 他们当然对于他们所去的地方 还有面临的危险 应该是有些了解的 我们现在在网络上 也有一位署名叫 Warrior Mattis的这位网友 他就提问了 这一次绑架事件发酵 是不是可能会影响中国公民 未来到海外学习宗教的活动呢 我想不管是学习宗教 或者是宣扬宗教 这起事件会不会对未来的类似行动 产生一些影响 这个肯定会有影响的 就是说 本身中国政府就禁止中国公民 非官方的去海外学习宣教的 主要是中国的家庭教会 而不是政府教会 它有宣教的意向 然后这次 这两个人撒下来之后 剩下的那11个中国人 也给遣返回来 遣返回来之后 他们的消息现在是没有的 很多人猜测 他们已经比见识居住了 完全是有可能的 所以这样一种威胁 对家庭教会 向中东宣教的热情 是一个打击 但是我相信 家庭教会还是不怕的 因为他们感觉的 以前都是外国的宣教士 在中国流血 为了中国的福音的增长 现在该是中国人流血的时间 所以很多宣教士到中东 他抱着必死的决心 他们准备去死 就是因为中国人 也要为世界基督教的发展 要流血 所以变成一个荣耀的见证了 所以这次事情之后 你看基督教会 反而是感觉到 他们是一个基督好的门徒 应该是受到上帝的冠冕 而不是比官方来污蔑 而该批评的对象 稍后回来我们要继续看一看 我们知道环球时报 特别针对韩国的宗教团体 做了一些相关的报道 那么也引发了很多的争议 不过稍后回来 我们会继续讨论 接下来我想请教 在我们的skype连线上的 李伟东先生 我们刚刚看到了 从宗教的因素来看 这起事件 这场悲剧 我们从政治的局面来看看 这其实已经是第二次 伊斯兰国锁定了中国公民 杀害中国公民的事件 那么上一次是在2015年 中国公民樊金辉 在被绑架之后遭到了杀害 那么当时中国政府 和这一次的中国政府 都一再表达 政府尽了一切努力 做了采取了营救的行动 但是为何都没有办法 成功的救回这些人质呢 您的看法 我的看法是这样 刚才宝圣兄说到这个宗教原因 我要站在一个世俗的立场上 表达一点看法 宝圣兄是牧师 所以你刚才宣扬的 基督教的这些勇士们 重返耶路撒冷的这样的行动 我在内心表达崇敬和赞赏 但是从世俗的角度上说 基督教的势力 想要重返耶路撒冷和ISS 用一种特别残暴的手段 要杀尽所有非他教徒的这样的人的 这个精神含义是差不多的 我并不完全赞成 作为基督徒 去一定要去重返耶路撒冷 因为那个地区的政治经济 包括民族文化非常的复杂 那么加进去这样一个基督徒 重返的因素 对那个地区的稳定 以及整个中东地区和中亚地区的稳定 并不是很有利 如果你们从宗教的角度上 去鼓励这样的行为 我不反对 因为宗教自由 但是从世俗的角度上 我觉得这种行为本身 它的冒失 这样贸然的丧失生命 甚至说中国人应该参与流血 这样的一个说法 我是不能赞成 那么回到它的政治原因 那么应该说不光是这个说到的宗教原因 更大的问题是背后的政治原因 背后的政治原因 我首先对这个中国的外交部发言人 以及环球时报提出的这套说辞 甚至把责任抛给韩国的教会 是非常我认为是非常不负责任的 甚至是冷血的 一个两个中国公民 哪怕它是为了宣传宗教方面的原因 难道中国官方不是宣称 要保护宗教自由吗 他们不是中国公民吗 怎么能说 要教育所有的普通中国人 外交部发言人就这样 要避免受到蛊惑 然后环球时报官方 直接把这个问题抛给 这个韩国的教会 那么两个中国公民在那遇险 你的外交领事方面到底做了什么 到目前为止 巴基斯坦方面和这个中国方面 都没有说任何营救的细节 这两个年轻人仍然是活不见人 死不见事 到底是谁干的 细节到底如何 中国官方难道不能发表强硬的态度 对埃塞斯这种组织 杀害中国公民的这种行径 表达愤慨 甚至要发出某种报复的威胁吗 这完全不像一个强大的中国 这像是一个不负责任的外交官 和不负责任的政府 李建仁您提到的 可能中国政府为何不采取行动 为何不采取强硬的这个回应措施 许多的中国民众也有这样的看法 他们认为中国公民被杀 这个时候政府应该要采取行动 甚至要采取您所说的报复行动 就有一些网友甚至还提到 他说 其实我非常纳闷 为什么恐怖分子杀害了两个中国人 没有人抗议 而一个留学生说了一句美国空气很甜 就引发了全民讨伐 是因为自己人好欺负吗 那么您刚才也稍微提到了 您对中国政府至今的发言与表态的一些看法了 我想继续请郭先生也来谈一谈 您对于中国政府到目前为止所做出的回应 您的看法又是如何 当然他外交不是强烈的谴责 这个表面的工作他要做 但实际上他做了多少工作 大家都不清楚 包括那个范金辉 那个事情就是他从绑架生命 最后在死 都是大家不了解情况 西方国家遇到这种情况的话 就是很重视人的生命 就是宁可花个几百万美元的话 也会把这个人救出来 实际上范金辉当时就是二百万 二百万跟那些贪污分子 他们动不动就几十亿相比 那就是九牛一毛的 所以为了一个中国公民的生命 我花个几百万美元 是应该把他们赎回来的 这两个宣教师也是 就是你在他们抓的那一刻 说不定经济问题 因为阿尔萨斯他也是 经济也是个目的 在这种情况下 通过谈判来研究出来 所以中国政府呢 他到底有没有积极地去作为呢 这是引起这个华人质疑的 他实际上最在乎的是 他这个政权的安危 而不是这个公民个体的一个生命 就刚才这个网友说的 就是海外的这些 说了一下美国的空气 多么甜多么好 就造成这个反对 因为他就是说 他一说美国好的话 但中国就不好 中国政府就不好了 治理环境不好了 所以他感受到政权的一个安危了 所以就要骂这个外国留学生 他不在乎的是中国公民 自己的这个生命健康 你这个为什么不研究 这个宣教师 范精慧 或者说研究不积极 是因为他们只关心老百姓的生命 他只要他的政权的安危 他不在乎这个东西 只要他巩固他的政权 他就是无所谓 你这个公民个体的生命 所以这个跟一个民主国家的表现 完全的相反的 民主国家是特别在乎 你公民个体的生命 对 我们刚刚这个李伟东先生 也提到了这个环球时报的一篇报道 或许我们的导播 可以让我们的观众朋友可能不太了解 环球时报到底对此事件 做了什么样的一个报道 环球时报是在6月9号 刊出了这篇题目为 真相 韩国人带中国人 赴巴传教 酿绑架惨剧的报道 那么其中提到 不断有报道称 韩国一些宗教团体和个人 冒险到阿富汗 巴基斯坦等地传教 屡次出现被绑架和被杀害 因此有人转向鼓动中国年轻人 到高危地区进行宗教活动 这些年轻人以90后为主 他们设事不深 思想比较单纯 在受到蛊惑后 缺乏判断力 那么这个报道呢 引发了不少网友的 这个愤怒反应 那么包括了 环球时报主编胡锡进 他都在自己的评论节目当中呢 这篇报道 他说这篇报道 引发了对他们的 这个骂得很凶的一些 相关的批评 我想继续请李伟东先生跟我们谈谈 您对于环球时报的这篇报道 您刚刚稍微提到了一些 能不能再进一步说明您的看法 一分钟时间 然后我也请这个 郭宝胜先生谈谈他的看法 我必须要把这个问题 放到一个背后的政治战略高度上来看待 环球时报的言论并不重要 重要的问题是中国的一带一路这个问题 在这个整个这个巴基斯坦比鲁之省 以及这个瓜达尔港建设过程当中 已经事实上受到了各种这个当地的 伊斯兰极端分子以及分离主义的这种抵抗 那么中巴两国在这个整个这个地区 发生了这样严重的问题之后 都采取低调处理的原因 是要保护他们在这的重大的经济利益 那么重大的经济利益在巴基斯坦 说在中国两个方向上都有对人性和人命的这种漠视 那么这个地区本来就是相当复杂 中国在这要把它变成自己大西部的 这个一带一路的出海口 在瓜达尔港的建设 去年就发了七万个签证巴基斯坦给中国 在这的工程规模非常巨大 但是比鲁之省本身的教派 以及地方分离势力 跟它的中央政府之间有着严重的冲突 而且埃塞斯趁机进入到这个地区 埃塞斯本莱特大北营在伊拉克和叙利亚边界 离这里又很远 几千公里之遥 怎么跑到比鲁之省来杀害中国人 这个问题其实它的严重性 你是不是传教 是不是宗教因素要重要得多 而且恰恰是被忽视的 大谈宗教问题事实上是在回避和掩饰 这个地区的重要的政治经济冲突 好的我们继续再来听听我们在电话线上 还有我们的观众朋友又有什么样的问题要提出 我们先来接听这一位这是来自新疆的黄先生 您好请说 你好 以高官居付权贵资产阶级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 在世界舞台上一向叫嚣 在中国的土地上没有恐怖主义生存的空间 而两名中国国民在巴基斯坦被伊斯兰国恐怖组织杀害 我想除非共产党有通天的本事能把在国内高压反恐维稳的对付老百姓的那一套 和维护独裁统治的地位和增援的手段和方法 用在一带一路沿线的国家身上可能会起到打击恐怖主义的作用 否则国人到了国外自由民主的法治国家 共匪统治下的草根建民就真的自由解放了 也摆脱了被共党手下的阴犬调压任意宰割和欺凌侮辱的命运 另外在国内被共产党活活的诊死类似和吓死的人数 远远大于在国外被暴恐活动所伤害的人数 因为新疆实行的高压的法西斯式的反恐维稳政治运动的这个经典的模板 本身就是一种国家的暴力恐怖主义 还有所谓的一带一路 不过共产党幻想着能把沿线的国家变成俯首天耳 言听既从的复活 好的 好 谢谢您新疆的黄县 好 因为我们时间的关系 我们想争取让多位的观众和听众朋友的意见可以得到表达 继续我们再来听听河北张先生 张先生您好 请间断说明 我认为对于那个极端分子杀中国乌乌 平民我是感到非常愤慨 但是有些学者在媒体上说什么 中国的朋友圈多扩大 还有多少朋友 我觉得应该反思一下 我们要接交什么样的朋友 什么是我们的朋友 是吧 咱们应该从朝鲜当初毛主席一位 就是挽救这个朝鲜的这个战争 把孩子都扔到朝鲜土地上 可是我看到朝鲜的媒体拍着大吹嘘 当年那个打败美国帝国主义的力量 主要是靠朝鲜而把中国变而不谈 我就认为中国不管搞一带一路 搞什么初衷是好的 但是接交朋友 是不是有些人 有些国家是为了经济利益 是吧 从朝鲜和越南 它过去的一些历史来说 并非是真正是中国的真正朋友 好的 中国应该在接交朋友的时候要慎重 什么是中国真正的朋友 谢谢你们 谢谢河北张先生 我们继续再来听山东孔先生 然后再请两位嘉宾一并答复 孔先生请说 您好 八九六四之后呢 我跑到当时的苏联去了 然后在欧洲这几个国家来 我都暂时呆了三年 我的邻居现在有个邻居 是个团员 有一次吃法我问他 我说你认为外国人对中国人怎么评价 他说外国人看不起中国人 我认为这句话很真实 另外呢 我现在 我养鸡子这个地方 有一个农民 几十二岁了 我说这个外国人啊 他不是中国人 他说可不是那样 咱们在国家富了 他们看得起咱们 我说你怎么知道的 他说我看 这张电视台啊 我说这张电视台那不都是撒谎吗 他说都是反话 实际上 究竟怎么样 有个马赛尔尼啊 这个法国人 一个吃鸡最难受的 抱歉我们因为时间关系 我们听到了您大致的意思了 我们会请嘉宾也一起来答复 那么我想继续回到我们的李伟东先生 刚刚也有几位观众朋友表达了 其实在我们接听电话前 您也曾经提到了这个一带一路 我们知道6月9号的时候 中国外交部的发言人也说 这个一带一路呢 肯定都有风险 只要走出去都有风险 能不能跟我们谈谈巴基斯坦 作为一带一路这么一个重要的国家 而且甚至上个礼拜我们看到美国的国防部发布的年度军力报告里面提到 中国有意要在巴基斯坦来建立军事基地 在这么一个危险动荡的地方来进行所谓的一带一路 甚至建立军事基地 中国政府到底是有什么样的一个想法 为什么会做这样的一些决定呢 好的 我下面会分析一下这个问题 但是我还是要插一句 保生兄也在 这个环球时报把这个责任扔给这个韩国宗教团体 保生兄作为牧师赞扬这样应有的传教行为 但是我刚才说了 我从世俗的角度上不赞成这个时候干这种事 你们的宗教勇气我敬佩 但是如果在宗教层面上讨论这件事 恰恰中了环球时报的奸进 这个不是一个宗教问题 这是巴基斯坦当地一路一带遇到的重大挑战问题 请千万注意这一点 再在那个层面上讨论 他说你不该 你说该 这恰恰中了这个圈套 那么什么样的一个一路一带一带一路的问题呢 是这样子 中国在大的战略上说 南边都是沿海 这个没有问题 往北边走 就进入蒙古 进入苏联 进了北冰洋了 没有用 中国多年来要在东西两线上打开出海口 那么东西两线上的出海口 东边就是朝鲜的同门江 现在因为被朝鲜问题困扰 西边就想通过喀什一直到瓜道尔港 然后通过瓜道尔港这样一个两港 绕开马六甲海峡 缩短石油运输路径 以及各个方面的路径 这是中国所谓一带一路 大举投资巴基斯坦的一个根本原因 但是这像是一个 这个权贵资本的一个有钱就任性的行为 他们想通过大幅度的 比方400亿美金 加上数以十万计的这样的工人和施工队 迅速把瓜道尔港建成巴基斯坦的一个深圳 让中国的这样一个中国模式在那生根落地 然后迅速打开这个通道 这实际上是一种浩大喜功 巴基斯坦这个地方这么急急忙忙的投资进去 这么大举进军 没有考虑到比鲁芝省跟巴基斯坦本身中央政府的重要的差别 又把这个一带一路从喀什出来的这个高铁 通过谢利夫政府跟中国签约 比鲁芝省本身的一个官员也参与 就是首席部长参与 然后绕开了比鲁芝 跑到北边更富裕的庞哲谱 使比鲁芝的人民和当地的普世图族 认为你的这套经济方略 侵害了这个比鲁芝本身的经济利益 使他们没有得到经济利益 那么多的天然气 发现之后比鲁芝就像在新疆 中国的新疆发生了发现了天然气石油 然后新疆人得不到好处一样 比鲁芝省的人民同样有这样的一个怨恨在里面 所以一直在抵制 那么中国并没有很好地去安抚 比鲁芝那二十几个部落 而那二十几个部落 其中的普世图族就是原来的塔利班的主要利益 那么在这样的背景下 他们又跟埃塞斯结合起来 你想一带一路是不是平生重大的风险 在没有很好的评估这个重大风险和进行某种安抚的时候 贸然大举进军 以经济利益为第一 GDP为第一 这恰恰是中国模式在巴基斯坦重演 那未来的风险以及失败的可能性会变得非常之大 我想继续回到我们的郭宝胜先生 郭宝胜先生当然这件事情呢 除了刚刚我们提到环球时报的报道之外 整件事情现在的发展 中国的民众其实也很关注 我们有一位署名Abner Wang的这位网友 他说这一次ISIS杀害中国公民 国内媒体非常低调 国内的主流新闻网站报道也很少 看来当权者很不想国内民众知道这件事 中共整天宣传的所谓民族主义和爱国情节可见一斑 他想请问的 这个如何看待从几年前就传出 有一些国内新疆人 因为受不了中共的民族压迫和宗教压迫 加上受了ISIS的蛊惑主动离开中国来加入伊斯兰国 进行所谓的盛战 那么另外呢也有一些这个网友 可能也刚延续刚刚李伟东先生的说法 有一位风铃火山的这位网友 他想请问的是 作为安理会成员国之一的中国 在三名中国公民被ISIS杀害之后 一带一路要经过中东地区 为何对危害世界的ISIS政权不选择动武呢 那么我想先请郭宝胜先生来谈一谈您的看法 对 我给这个网友还有韦东 我多回应一下 好的 首先回应一下韦东 他就认为这个宗教活动呢 实际上是这个不理智的 在这个观点上 好像他跟那个中央的这个媒体呢 好像是一样 实际上这个宗教自由嘛 这是一个普世价值 我去宣教 而且我是非暴力的 这个基督教的宣教 跟阿萨萨斯这个伊斯兰教呢 是完全是不一样的 而且这个基督教的宣教 带来这个世界的文明的一个提升 叫中国的那些宣教士 带来中国的新旗制度 这个立法制度 然后这个女性的这个小脚 是因为宣教士发动了一个天族运动 对中国的近代史 有非常大的一个提升 很多的宣教士来到中国 当时是被杀害冒着流血的 当时这个红军也杀害了很多 叫这个宣教士 有个叫施能达夫妇 就是方志敏那个部队给杀害的 就是当时的中国非常落后愚昧 然后宣教士不仅传福音 而且带来先进的文化医疗科技 对中国的文明有个很大的提升 如果说当时中国那么落后愚昧 那我就不去了 不是的 基督教的越是这个愚昧恐怖的地方 我越要去来带来这个光明 所以宣教士有这种精神 这也是美国的一个精神 美国人认为我们就是上帝的选民 我们就要把这个福音普世价值 带到那些落后黑暗的地方去 所以这个是应该肯定的 不能说你本身那个地方就很落后 还有伊斯兰地区我就不去 那是不对的 这个环球时报的这个社评 它起了一个一键三雕的一个作用 第一点就是它推卸了自己的责任 刚才网友也问 就是这个事情为什么国内很低调 是因为它中国国民会追究中国政府 你有没有保护好海外的国民 所以它环球时报发表这个社评的意思 就是把这个所有的责任 都推给了基督教宣教团体 所以它推卸责任是它的第一个 第二个呢 它把这个韩国也加上进去 因为这个萨德的问题 它非常仇恨韩国 所以通过这个事情呢 把矛头又引向了韩国 第三个呢 它就是要为持续打压基督教做这个借口 你看都是基督教热的货 所以它环球时报的这个社评的时间 非常的阴险 一箭三雕 所以我们现在要追究的是 中国政府你在这个研究海外国民当中 引起一个什么的作用 你自己本身呢 实际上是对这个RSS 这个中东的捆布主义 是一个纵容啊 放任的一个态度 因为这个从国际政治来说呢 这个RSS捆布势力 牵制了英美国家的这个力量 你看911一发生 中国政府最高兴 国产党最高兴 五毛们一片欢呼啊 因为他知道这个911发生之后 美国的矛头全部要引到中东去 所以那个时候江泽民啊 后来胡锦涛啊 获得了十多年的一个大力发展的一个时间呢 就是因为这个中东 恐怖主义吸引了美国 欧盟这些国家的这个注意力 现在也是 他为什么对恐怖主义 不是那么积极的对抗 是因为他 有一种这个地缘政治的一个优势在里 所以他不愿意 当然新疆问题是另外一个问题 新疆是因为他 在国内他是要压制这个穆斯林 所以他们那些穆斯林呢 受到一些 确实受到一些蛊惑 然后去加入 这是另外一个小的问题 最关键的问题 就是这个专制政权 对吧 他要跟西方对抗 然后要通过这个一带一路 来扩展他的中东的一个实力 在总体上 我还是同意这个伟东的一个看法 就是这个里深刻的一个 经济政治的一个原因 宗教的原因呢 是其中的一个小的一个原因 环球时报是有意把这个宗教的原因 是扩大 来掩盖他的这个政治经济 一带一路的这个失败 这个战略是错误的 把这个战略错误 他要掩盖起来 对 这一点我是承认的 是 那么最后我想我们时间 还大约剩下不到两分钟 我想请李伟东先生 也一并谈一谈 到底刚刚您也提到了 对一带一路 您的一些质疑和批评 那么很多人说 到底这起这个公民被杀事件 有没有可能对习近平的 一带一路产生任何影响呢 那么我们现在也有一位署名 叫乔哲的这位网友 他有一些想问 中国自诩 中国是强国 为什么中共领导人大撒币 为什么中国人在海外缺乏安全 我想能不能请您 用一分半左右时间 为我们做一番总结 李伟东先生顺便谈谈您的看法 好 我首先那个同意宝胜兄 刚才提到的那几点 我也不是说跟环球时报一样 宝胜兄 我只是担心 从个人角度上担心 你们这样鼓动重返耶路撒冷 而且说中国人要流血接棒 这样的传教的方式 是令人担忧的 你刚才批评环球时报的那些话 我都是完全赞成 我也谴责他们 那么回到刚才 你主播问到的这个问题 那么中国我刚才说 最重要的问题 在国内强拆占领农民土地 包括大规模的土地财政 都是不顾人命的 大量的人命 包括很多人被推土机压死的事情 比比皆是 那么今天他们在巴基斯坦 在比渡之省 采取了同样的中国模式 而且觉得自己财大气疏 甚至可以建立军事基地 来维护中国终于找到的 这样一个西部出海口 这样一个巴基斯坦的铁哥们 是完全不顾巴基斯坦人民的死活 和他们的富裕城 富裕等等 也不顾中国工人和中国公民的安全 这完全是一个野蛮的中国模式的在 在巴基斯坦这样闹下去 这样一个宗教地区 最后这个一带一路的 它的大设想 是一定会受到重大挑战的 而且很难成功 我希望能够通过这样几个 中国公民的遇害 以及4月13号就发生过 SS自杀爆炸 针对刮岛尔港的事件 也死了很多人 只不过没有报道 已经发生了很多了 那么通过这样的问题 中国政府应该警醒到你的中国模式 不能这样野蛮的在巴基斯坦推进 你要在国际上也建立一个良好的合作关系 尊重中国人的生命 好的 我们今天时事大家谈呢 因为时间关系只能进行到这里 我们再一次感谢李伟东先生 还有郭宝胜先生 来到我们节目当中 时事大家谈是一个自由论坛 嘉宾和听众观众发表的是个人观点 不代表美国之音 那么在明晚时事大家谈 要继续为您探讨 巴拿马与中国建交 对两岸关系的冲击与影响 也请您锁定明晚的BOA卫视 同时请您关注美国之音的美国观察节目 我是郑玉文 祝您晚安 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TORONTO MING PAO TORONTO MING PAO TORONTO